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投资者信心严重受挫 北京政府正加大力度整顿证券市场 以其恢复市场信心 欲知详情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欢迎收看今天的六度解析 我们将聚焦一篇来自南华早报的文章 这篇文章由Daniel Ren撰写 文章讨论了中国证券市场的一起重大反腐案件 具体涉及江苏省证券监管局局长的一次拘留事件 在文章中Daniel Ren指出 江苏省证券监管局局长林峰因涉嫌严重违纪 违法被中共中央纪委拘留 林峰今年55岁是一位资深的监管官员 他的拘留发生在股市低迷之际 引发了广泛关注 根据北京财新媒体的报道 林峰在周一早上被捕 他的拘留可能与东部江苏省一星市的一位 正在接受调查的企业家有关 这一事件反映了北京加强清理证券行业的决心 中纪委的一个纪律检查组 目前正在对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CSRC及其全国各地分支机构 进行为期三个月的全面调查 这一调查预计将在7月结束 上海财务咨询公司 Integrity的顾问丁海峰表示 此次对腐败官员的打击 将被解读为规范股票市场 和保护投资者利益的举措 然而中央政府仍需要进一步增强机构 和个人投资者对经济和上市公司的信心 文章还提到 上周五户指下跌7.3点 跌幅为0.2% 报收2998.14点 这是自三月以来首次跌破3000点 数百万中国大陆的散户投资者 将3000点视为熊市的门槛 自去年年底以来 北京一直在努力通过一系列措施 来稳住下滑的股市 并提振投资者信心 这些措施包括削减印花税 和暂停新股发行审批等 今年2月 中国领导层任命了 以严格著称的资深股市监管者吴清 为新的CSRC主席 接替了原主席议会满 吴清是中国最大的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的前任负责人 上周三 吴清在上海陆家嘴论坛上表示 监管机构将深化纳斯达克风格的 科创版的改革 以促进证券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这些改革措施 包括优化首次公开募股 IPO定价机制 和加强对科创版上市公司并购的支持 科创版于2019年推出 以补充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市场 吴清现年59岁 被称为券商屠夫 因他在20世纪初证券行业危机期间 下令关闭了约20家资不抵债的券商 他曾担任上海证券交易所主席 和上海市副市长 在李强担任上海市委书记期间 他是李强的副手 李强现任中国国务院总理 文章还回顾了2015年底 两名中国证监会高级官员 副主席姚刚和助理主席张玉军 因违反纪律和法律被党的反腐监察机关拘留 此事发生在中国政府试图遏制 那年夏天的大规模股市崩盘而失败之后 以上是文章的详细内容 接下来我们将从多个角度 深入分析和评论这篇文章的背景 内容及主要观点 首先 从反腐的角度来看 中国政府对证券市场的监管力度不断加大 以确保市场的健康运行和投资者的利益 林峰的拘留事件反映了中国政府 在打击证券领域腐败方面的决心 近年来 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来打击官员腐败 并加强内部监督 这无疑对提高市场透明度和公信力 有着积极的作用 其次 从市场反应的角度来看 林峰的拘留事件是在股市持续低迷的背景下发生的 户指跌破3000点 这对投资者心里产生了重大影响 市场信心的恢复需要时间和更多的实际行动 北京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 如削减印花税和暂停新股发行审批 但这些措施是否足以稳定市场还有待观察 再者 从监管改革的角度来看 新任CSRC主席吴清提出的改革措施 特别是对科创版的改革 显示出中国政府希望通过结构性改革 来促进证券市场的高质量发展 优化IPO定价机制和支持并购活动 有助于提高市场效率和活力 吸引更多优质企业上市 为投资者提供更多选择 最后 从历史经验的角度来看 2015年的股市崩盘和随后的反腐行动 提醒我们 市场稳定和监管完善 是证券市场健康发展的关键 吴清的上任以及他提出的改革措施 显示出政府对证券市场的重视和期待 通过打击腐败和强化监管 可以为市场的长远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总结来说 林峰的拘留事件 不仅是一个孤立的反腐案例 更是中国证券市场改革和发展的一个缩影 在经济转型和市场波动的背景下 如何通过有效的监管和改革措施 来维护市场稳定和投资者信心 是中国证券市场面临的重要挑战 未来 我们将继续关注 相关政策的实施情况 及其对市场的影响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六度解析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6D 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选择 Way fast pace day History may In full display Politicians make their plea Voices blend in harmony Policies for growth and peace Ambitions never cease Dreams of silk and digital Bridging gaps from old to new Fortunes build and bonds renew Nations strengthen bold review Traditions hold But minds explore East meets west and knowledge door Complex world they navigate China's power demonstrates From the Great Wall to Shanghai Progress moves as kites fly high Tech and trade it's all to play Future shines fire everyday Great dragon roars Change the course Modging strong with mighty force New era new way Fast pace day History made in full display Politicians make their plea Voices blend in harmony Policies for growth and peace Ambitions never grows and peace New era new way fast pace day History made in full display Politicians make their plea Politicians make their plea Voices blend in harmony Policies for growth and peace Ambitions never cease Dreams of silk and digital Bridging gaps from old to new Fortions build Fortance build and bonds Fortance build and bonds renew Nation strength and bold review Fortance build and bonds quantes explore East meets west at knowledge door Complex world they navigate China's power never cease Creams of silk and digital Sюда Cod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